看到古包了没有 古包看这儿 这边我已经看到它的肉肉了 你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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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出来吧 Come on baby 起来呗 你看它肉缩的特别可爱 大家好 我是大梅来港海了 秋衣秋裤毛衣都穿上去 但是还是好冷 怎么办 还是往里走吧 无论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我都会去港海了 Let's go 走了 不见不见啊 不见不见了 不见了 还是在湖网 现在我基本上来海边 最多就是 看到就是好多游民都是在湖网 因为这个季节的话海鲜偏多 又这一网捞一些蟹子啊 鱼啊 然后拖出来的空间 它湖网不会滑掉 就是滑破 好冷 一早也很老大了吧 有风啊 你看那地上 好多海鲜 还有好多鱼 好多蟹子 看到没有 这个小小的 就赶紧去让你们长大 但是你看那 天哪 气质这一块拿捏的死死的 你看 快跑了 你看 这边还有这种舌头鱼呢 就是你们听上说的 我们叫踏板鱼 你们叫舌头鱼 这个油炸特别好吃 这个 这个 这边的话全部都是已经死掉的 呃 是因为旁边这个渔船的话 捞上来之后 呃 大网捞上来太小了 然后鱼民就不要了 就给它丢到海里了 呜呼 我又遇到它了 这个 大家应该都认识吧 知道叫啥吗 留给你们啊 这个我已经给它做了好几个标本了 收上 哎呦 这两个都是不行的 这边你看 苏子县的话 它有好几个都是偏紫色的 这个就是特别聪明 给自己隐藏起来的 你看这个 哦天哪 他们脾气特别暴躁 这个你们快快长大啊 我就不抓他们 现在在往里走 潮水已经退的差不多了 走了 基础都又渐变了 哎呀 哪个下 这边有一个这海螺壳 你看这 哦天哪 天哪 看到没有 它这里面这小壳 我把它给掏出来试试 哇 它这个吸的太紧了 完了完了完了 又出不来了 这应该是一个 哇 好不好 哎呀 啊这腿坠断了 你赶紧 这个是小短腿 看到没有 真吸不来 完了完了 腿断了 不好意思 带着带着带着 哇 天哪这小可爱 你的腿呢 哇 你看这小腿 这咋回事 它可能是闷时间久 哇 这个它的 你看这个腿已经断掉了 这个腿也断掉了 有点受伤了 哎呦 它这个腿的话 都可以自己长大的 收下 快看 这个应该是小螺壳吧 你看这个 哦 哦 哇 这个是带肉的 你看 你看这边 这个还流水 它下面有泥沙 这个肉超好吃哦 很嫩的 比海螺好吃 太好了 你看这运气太棒了 收了 鸡石螺都被吹晕了 你看 风实在是太大了 我感觉在这边一会儿 头都被吹得不行了 嗯 回去吧 那个 今天捡的也差不多了 然后收货也可以了 赶紧回家走 头真的是吹得 感觉悦不顾的 走了 是不是感觉这个桃子特别熟悉 看着像秋桃 这个是冬桃 不是秋桃 也是裂开的会儿 今年的桃子的话 看一下就是这一棵树上 是不是觉得没有去年的多 今年桃子的话 普遍的话是偏少 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多 然后数量的话 就比往年少很多 这个小的 我现在的话是把这个桃子 树上有这种虫眼的 或者是这一种坏的 给它挑出来 不然会影响其他桃子的身状 你看这个 是不是很丑 看这个真的很甜 如果就是大家喜欢吃那种 特别漂亮的 然后特别大的 那种桃子的话 就不要在咱家去拍摊 因为咱家这个桃子的话 就是属于素颜的 就是属于原生态的 给它就是摘掉那个 上面一层那个脖纸之后 就摘掉这个 咱桃子摘掉这个 然后给它上色 就是很少去给它去 特殊去打药之类 就是自然长大 比较丑 但是它比较好吃 建议好看的 那些就不要拍了 因为我看有的朋友说 哎呀你家桃子太丑了 怎么这么丑 我就喜欢丑了 你看这个还被小鸟给吃了 我喜欢脆桃 嗯 也是红心的 哈哈哈 我喜欢脆桃 嗯 颜值可能会比脆桃差一点 但是的话我们要等一等 等五天之后 唐生再给它上菜 我们再发火 嗯 好吃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回家了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